觀眾姐妹大家平安 我是社青區Rita小組的議題 我是在去年2月Candy邀約 我才有這個榮幸 進到這一座頂級的國際相伴大樓 Rita本尊現在在美國逍遙遊學中 我是在去年以BES的身份 加入Rita的幸福小組 然後在4月復活節 我受洗成為基督徒 然後我也開始參加服飾 我也開放我的家裡 成為幸福小組的聚會的地點 我也成為幸福小組的同工 那在7月我就開啟了我的十一奉獻 你們可能會覺得好奇 一個受洗不到三個月 怎麼會有那個動念要十一奉獻 其實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7月份君王之子的大胃營 其實身為一個家長 我其實非常的感動 也非常感謝這些老師 精心的設計 這麼豐富逗趣的課程 然後我更感謝教會 會用這麼低價的學費 讓那麼多的一個小小主人翁可以蒙福 所以我就希望說 如果我的奉獻可以讓更多 更多的優秀師資可以進來 讓教會有更多的軟硬體的設備可以進入 讓更多的主人翁可以蒙福 所以我才會有這樣的十一奉獻的動念 所以我從7月就開始了 那回顧這一年多來 我其實從 我真的是個菜鳥 我對基督聖經我都一無所知 我從一無所知 半知半解到主這一路的帶領 祂其實不斷的更新我 也擴張我的經界 讓我所經歷的挑戰 真的是比一次的難 然後可是呢 真的 我真的信心卻一次比一次的剛強 其實我常常在內心苦笑說 為什麼別人 對不起 我不能在電腦說髒話 我常常在內心苦笑 為什麼別人的恩典 就是財務上的富足 我不能像Kendy現在在逍遙 然後我卻是要像那個 在玩電動玩具一樣 過完這一關 再挑戰更難的下一關 然後主就告訴我 其實啊 我現在是在修剪你的生命 我要讓你的心思意念 也與行為要有激度的樣貌 你要在磐石上扎根 你要按時的結果子 現在你其實在為未來的道路 豐盛做準備 有沒有很阿門 其實在這不到 其實在這受洗 真的是不到一年的時間 我最大的收穫 其實是我過去那個火爆的脾氣 應該已經被主修剪到 只剩下50%的活力了 然後我開始學著順服 順服我的掌權的人 我也為那些迫害我 還有我的仇敵祝福祷告 真的是超級超級的阿門 主真的除了改變 我內在靈裡面的生命 也其實也降下了意志大能 其實在受洗之前 我有長達數個月的腰痠腳痛的問題 因為我是坐在辦公室上 我是從事IT的工作 所以我常常會有這樣的問題 甚至我都要熬夜加班到半夜 所以我會有睡眠的問題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的這些睡眠障礙 其實都被醫治了 那我讓 甚至我在最近這兩個月 我是一個完全沒有偏財運的人 我卻不斷的收到 那個中獎發票的通知 年終的尾牙呢 我也得到了第二獎 那那個酒 那個酒是需要 我也希望我這個酒 能夠被抖內出來 能夠將那個賣出去的錢 可以來貢獻給教會 那最重要的是 我在年底的時候 終於我手上所做的工作 能夠被我高層的主管所認定 我真是感謝讚美主 這一切啊 除了真的是感謝主 他的恩典真的無所不在 他除了看顧我 其實也看顧我的家人 看顧我的母親 和我的女兒 他也開始學習 透過禱告交託給神 雖然他禱告的頻率 只有一年四次 為什麼一年四次呢 因為一年有上下兩個學期 每個學期有期中期末考 所以就一年就有四次 所以他考試之前 就會請我幫他禱告 OK 那我其實 這一切的恩典 我其實都要感謝主 因為也是因為 他讓我有這樣的感動 真的感謝 我把這樣這一切的感動 感謝交給天上的父 謝謝各位